大家好,華記9月14日報道 查理斯王子笑了百出 我們聽過一句說話 上等人有本事,沒有脾氣 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氣 下等人沒有本事,有脾氣 在現實體現出來 大家看看英國皇室人員簽名有什麼反應 查理斯王子覺得很不耐煩 今天想說,越沒有本事的人 就越容易發脾氣 不在哪裏中國 我噓,白痴 13 sir oh god 13 13 yes sir you son 12 13 17 10 oh god i hate don't be scared everybody somebody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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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do everything I can do everything I can do 越是没有本事的人脾气就越大 越是脾气大的就越是一事无成 一个狂躁易怒的人就如市井小人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见到一位七十多岁未打过工 一出生就含着个金锁石的查理斯王子 他人生回第一日工就发脾气 应该做皇帝就很开心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皇帝是日理万基 英国有一种皇帝不用做 管理国家交给首相 不关他事 一出生就做一个花瓶公关 不如看看 英女王逝世后 查理斯登基 他在登基大典中邀请了全世界的领导人 他现在是在做什么呢 就是在一些銜接做国王的手组 就要签文件 喂 哪个哪个 1,2,3 跟我拿开他我签名 不要妨礙了 快点 哎呀 真是妨礙了 都叫了你拿走了 你这么醒目的 真是契弟 哎呀 那你见到他第一天 他签文件的时候 就已经是秒嘴秒蝕了 就说那间尺阻阻住他 说有一件事顶住他 已经对他那些 服侍他那些人 就秒嘴秒蝕了 大家看到这条片了 今天看到这条片更过瘾 签名的时候 就知道墨水滴 就发脾气 搞错 整只手都是 哎呀 大佬 你发脾气也关上房门 众目睽睽 他已经不是一次了 我想跟大家说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英女王 他到96岁死 迫着存位给他的儿子 因为一成世人 未做过的事 只懂得享受平凡富贵 他完全是 他坚离地脱离了现实世界 他一出生就含着金锁匙 根本 没有做过任何事 对他来说 过来签文件 很烦 搞错 成世都不用做 很明显 我们有一句说话 叫官媚显著 那么容易发怒的人 就是叻极有限 你看到我们通常 有限量的那些人是怎样的呢 真正的强者 就是遇到事 懂得控制情绪 冷静沉稳 他就会认得别人尊重 和信服 查理斯王子 笑了一钟 今天先说了这么多 直播再说 现在你买一个38万的单位 是有接近40平方米 即是四百尺 我当缩水 你买一个四百尺 单位 你用不用四十万 即是一万一平 即是一千元一尺 你用一千元一尺 买一个海雅奔纷城 里面是包了什么 精装修 精装修 还不止 他还要有三件电器 送给你 这个就叫做 用面粉的价钱 就买面包 中山海雅奔纷城 坐落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福地 是中山唯一轻轨联体物业 在我的身后 就是广珠城鬼南投站 广珠城鬼南投站 距离项目大概有五十米 从南投站出发 北上十五分钟 就可以到达黄州南站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四十四平方的户型 去到我们的左手边 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锤房 门框的话是做到最高的 加高三十公分做到最高 这样的话 看下去的话 空间是阔落很多的 那层高有多高? 层高的话 就是三米 客厅的天花 和房间的天花 都是交标 地砖的话 我们用的是 佛山蒙罗泥沙瓷砖 就是这种颜色 如果是八栋那边 部分楼层的话 他就全屋的家具 家具家电都有 全屋家具家电 直接是可以做到 拿包入住 是的 这个房间都够用 还有他全落地飘窗 全景落地窗 是的 就很开洋 现在很明显 就很开心 就很开心